好今天应该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真的非常的热吧 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 气象专家也说一天会比一天热 而且极端高温的几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目前预估这一整周呢气温都有36度以上 甚至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7 38度 而天气这么热当然了防晒非常的重要 57岁的港星李若彤呢 他也秀出他的防晒法宝 是什么呢包的整张脸完全都看不见 李若彤他也说不要怕别人觉得奇怪 自己看得到就好 防晒帽包到整张脸看不见 最美咕咕 57岁港星李若彤 防晒小物帽子里还有防晒涂层 不要觉得人家看你觉得很奇怪 我们要做好的防晒 只凸着脸睛脸睛出来 只能看到露珠好了 防晒不怕丑 因为紫外线太强 皮肤容易老化 只好包到六亲不愿 夏日防晒其实戴一般的口罩还不够 像我身上现在这款口罩呢 就是有抗UV功能 而且还可以防护到眼角的周围 护眼角口罩把脸上 最容易长斑的位置遮住 当然身体也不能放过 想要每一点有年轻款式的短板斗篷 也是两感防晒 想要更极致也有外套拉链直接拉上脸 眼睛附近布料是网纱不怕看不到路 上半身三百六十度 零死角变得好像苍蝇人一样 而且如果穿着运动 后脑勺还有马尾洞 头发绑起来也不怕没触放 还有从脚踝包到头的超级长外套拉链 直接拉上鼻子 一键包全身 夏天防晒要凉感 因为接下来会更热 呛专家林德恩分享 本周高温会一天比一天热 极端高温机会比上周高 未来一周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下 主要就是热 然后午后雷雨 周二西半部高温局部有37度 东部也有35度 周三北部中部也有36度 东南风被封测 高雄屏东内陆热到发紫 甚至有3738度 周四一直到下周一 也都有32到37度 周二周三东南风 中部南部山区 近山区午后都还是有雷雨 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 周四周五雨趋线缩 南部山区还是可能有断源时强降雨 整周来说高温炎热 午后雷雨局部有较大雨势 外出记得再散 防雨也防晒 TV新闻的新闻 曹证人台北采访不到 好天气非常热 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健康状况 我们今天健康时间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前几天呢 大陆有一名才17岁的雨酬南丹小将 他叫做张智杰 结果没想到他在比赛的时候呢 突然抽搐大约10秒 而且送医之后抢救不治身亡 这也让很多人非常惊讶 因为17岁真的非常的年轻 而且又是运动员 相对来说身体状况应该是蛮健康的 现在传出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或者是中暑 但是死因其实还要再确认 而我们国内的医生也有分析说 像是这么年轻的运动员突然昏厥甚至死亡 有极大的可能是所谓的心血管问题 但是有哪一些心血管问题会这么样子的严重 造成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突然昏厥 而且甚至死亡呢有几种 第一种带大家来看到其实就是心肌梗塞 因为心脏缺氧 血没有办法送回去 那么最大的征兆其实就是像胸闷 心脚痛呼吸困难这些征兆 医生就有讲其实最大的感受就像是有很重的东西 直接压在你的胸口一样很闷痛 所以常会看到就是这样的人呢 他们可能会手摸在左胸 全身无力倒地 这是最大的征兆 而第二个呢就是肾上腺素飙高 可能在紧张比赛的过程当中压力比较大 所以导致这个心率有点不准 肾上腺素飙高之后就有可能猝死死亡 另外第三个就是在运动大量的流汗 体内缺水导致 第四个是先天性的心血管疾病 也就是他其实本身可能有一些心率不整 或者是心脏相关的疾病 但他自己不知道 在激烈的运动当中呢 不小心猝死 这也是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突发性的心率不整 这个因为剧烈的运动呢会流汗 所以也导致体内的钠跟甲过滴 造成电解脂失痕也会增加风险 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 在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三点 第一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所在的环境有没有通风 因为通风空气流动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是要做好暖身 不要让这个身体有这种突然剧烈 大量的运动 先有一些暖身 感觉上身体比较容易适应 第三个是要记得补充热量 还有水分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 会大量的流汗 我们的体温也会升高 这个时候喝水相对来说 就非常的重要了 好我们说到喝水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 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才够呢 因为像上周一天天气这么热 大家都说多喝水才能预防中暑 但大家一天喝多少水呢 我们来看到其实他们有讲到说 成年人一天需要喝的水量呢 就拿你的体重乘以30ml来做计算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50公斤的女性的话 一天最少要喝1500cc的水 而且还要记得喔 先气这么热汗水会增发 要把这个量给算进去 所以至少要喝到2000到2500cc 而且这个是一天最基本的量 如果像是你是平常在户外运动 运动员或是户外工作的人呢 补充的水量要是这个水量的两倍才会足够 当然对身体来说也会比较好 也比较不容易中暑 那么其实在这个夏天呢 有医生就有分享说 他们也有发现 有很多女生会出现这个小便不舒服的状况 就是泌尿道感染来就诊的人 很明显的变多了 那么主要呢 要怎么知道自己这个有泌尿道感染 在夏天呢 如果你发现自己小便的颜色很深 而且有点混浊 在这个排泄的过程当中呢 有发现贫尿 灼热 这些可能都是泌尿道感染的症状 那当然了 泌尿道感染很大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水喝的不够多 所以这个水量 我们刚刚讲到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 喝足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那有一些喝水的错误观念 像是有些人其实为了怕水喝不够 所以其实随身都会带一个两公升的大水瓶 那医生就有讲到说 这个两公升的大水瓶 可能发现没有喝完 要带回家的时候 一口就把它灌完 这其实是错误的 一次灌500cc以上的水 很可能对胃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担 喝水最重要的还是要少量多次 平均的补充水分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呢 喝气泡水跟喝茶 还有喝咖啡 这一些都不算是喝水 还是要真的喝白开水才能真正的补充水分 另外呢 等到口渴才喝水 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不足的 因为等到口渴之后 表示身体已经缺水一段时间了 这时候再补水呢是不够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喝水在一整天内要平均分段的来摄取 当然才可以避免所谓中暑的现象 而且其实水喝不足呢 也可能导致节食的风险增加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多喝水没事 没事多喝水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大家工作非常的繁忙 医生就提醒 如果你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这样的人其实他比较容易离癌 甚至罹患慢性病 事实上其实很多人有隐藏的健康风险 但是呢 他们都是透过健康检查 才在报告上面发现的 有些人觉得自己平常身体没有不舒服 所以对体检也蛮忽视的 等到真的身体不舒服 才去就医的时候恐怕已经太晚了 长期处于高度压力状态 可能是罹患癌症和其他慢性病高风险族群者 像是肺癌 乳癌 大肠癌 甚至是胰臟癌等 民众平日应保持心理健康 适当的压力管理 对预防癌症很重要 压力本身并非疾病 它可能使原有的健康问题恶化 或导致新的健康问题 长期处于高度压力之下 可能会导致焦虑 抑郁 高血压 心脏病发作 中风 头痛 注意力不集中 或睡眠品质不佳等等的状况 尽管慢性压力可能导致许多健康问题 但它是否与癌症有关 目前尚不清楚 不少疾病都是在健康检查中被发现 尤其是有不少中老年人 可能认为自己身体还不错 因此忽略定期体检 撑到身体不舒服才去医院 检查后发现糖尿病高血压 心脑血管有问题 甚至是癌症 长期处于高度压力的人 是罹患慢性疾病 跟癌症的高风险族群 所以面对压力的管理就很重要 所谓癌症的危险因子 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导致癌症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的病人常常都会来问我们 但其实我们真的只能说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癌症的形成的原因 可能是你自己的基因 或是你自己的生活形态 或是你的一些 我们自己的一些坏习惯 养成的过程 可能会导致细胞的一些突变 那外在指的就是一些 我们可能不能控制的事情 不能控制的事情 据来说到户外走路 跑步一定会晒到太阳 紫外线其实也是一种致癌物质 可能会导致皮肤细胞的突变 因此医师常说 防晒也是一种防癌的一种过程 或者是说像是我们一些外在的其他因素 那这些可能 譬如说我们呼吸道的空气 如果今天空气很不好 那里面有一些比较有毒的物质 吸到肺部 那可能也会导致细胞的突变 所以其实癌症的危险因子有非常多 现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有些研究显示 慢性压力与某些癌症的发生率 较高有关系 但有些研究显示 压力与癌症风险之间 没有关联系 其实压力似乎与癌症风险有关 癌症指数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工具 基本上它可以用在临床上早期的侦测 或者是治疗以后 治疗成效的一个评估 以及后续的追踪 癌症的复发 是不是有复发这一块 目前在科学上 我们认为这是没有定论的 不过我们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压力非常大 或是最近情绪起伏非常多 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生活形态的改变 譬如说可能因为压力很大 所以抽烟 喝酒 搅槟榔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作息 或者是会有成瘾的现象 那可能就会导致 这些不好的嗜好 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健康检查 我们可以检视自己身体的状况 发现一些慢性疾病 另外可以做一些早期癌症的一个筛检 医师强调一定要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 降低离癌风险 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可能就会吃的特别多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 那很有可能就会联动到 变成比较肥胖的体质 那如果比较肥胖的状态 就像大部分大家就知道说 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认为 情绪或是压力 不一定直接等于癌症风险增加 但是他有可能透过不同的管道 让民众的这个得到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 压力和癌症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复杂且仍在研究中的课题 虽然压力本身不直接导致癌症 但长期的慢性压力 可能透过多种途径 间接影响癌症的发展和进展 绝对不可轻忽 TVBS新闻 焦翰文 高子瑶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